全美台湾同乡联谊会第44届年会日前在南加州洛杉矶举行 来自全美24个分会的代表参加了为期三天的活动 全美台湾同乡联谊会成立于1978年 以实时关心台湾处处服务同乡为宗旨 联络美国地区台湾乡亲促进相互团结 推展各项服务并争取华裔在美国的权益 以注意国际政情进而关心台湾为己任 前台北市议员罗志强 台北孙文学校校长张亚忠 以及前台湾大学教授贺德芬 彭文正都受邀参加此届年会 联邦国会众议员赵美新 圣盖博士市长丁严谊 市议员前全美台联会会长吴成元等也到场祝贺 全美台湾同乡联谊会第43届会长陈建芬表示 两岸和平是两岸人民共同的期望 他诚恳期盼全美台湾同乡联谊会 能成为沟通的桥梁 圣盖博士市议员前全美台联会会长吴成元表示 华人参与政策的制定并掌握话语权非常重要 美国是大家生活的地方 要积极登记投票 为我们华人自己做决定 对我诚挚的希望 我不但在这里社区曾经服务过这么多年 那我的经验更告诉我 我有责任要让我们的整个华裔社区 能够提升他们对于政治参与度的一个觉醒 特别从西雅图赶来参加活动的 乔务咨询委员孙乐宇表示 经过新冠疫情的低谷后 集合美台中外贵宾和乔学界人士 在洛杉矶举办此次年会 非常有意义 适逢中秋佳节 也展现了海外台湾乡亲大团圆的气氛 这次开会的程序也非常成功 表示大家都非常关心台湾 尤其在海外这样的支持台湾这块土地 所以我们非常感动 凤凰卫视宋城 洛杉矶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